民進黨如果真的能夠開啟 TIFA的副談或BTA的洽談 它的真正用意是為了要 阻擋跟消化 8月份反萊豬公投的正當性 主要還是作為打擊政敵之用 因為實際上 它不會在8月以前就談得出來的 8月前如果跟美國有一個什麼會談 照片 宣言 或者各種的沒有時機落實的東西 對民進黨真實的目的 都只是為了要化解公投 對自己執政威信打擊的正當性而已 好 那麼蔡英文現在說 哇 我們願意跟美國這些 有相同價值的國家 共同來守護印太地區的 和平跟穩定 所謂的相同價值是指說 在阿富汗屠殺2萬個平民 造成10萬老百姓流離失所 20萬人20年長年生存在苦難的 這個國家美國相同價值嗎 所謂的維護地區的穩定 你跟這種造成長年戰亂 造成世界動盪不安的國家 來守護區域穩定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然後說要共同守護印太地區的和平 這就更有誤會了 那如果今天印度跟大陸邊界上有衝突 所以民進黨是要派軍隊去幫印度囉 是這個意思囉 否則什麼叫做守護印太地區的和平呢 你跟一個送武器去製造僵毒 藏毒港毒 那當然也包含民進黨自己這一部分 就你跟一個鼓吹戰亂 然後去收割人民的政權 談和平穩定 不是很大的笑話嗎 就如果你看不清美國的真面目 也就算了 但是時至今日 越來越多美國過去的報告 都已經揭秘了 前CIA的官員 前FBI的官員 通通都坦承了 他們就是這麼幹的 就他們打到全世界各地 根本就不是為了什麼人權自由民主 他們為的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為了石油啊 就是為了戰略利益啊 所以美國副總統親自演講的時候說 我們為了石油奮鬥了20年 他在台下一傻 不是為了民主自由跟人權嗎 好 那麼實際上 真的要製造兩岸的和平穩定 越靠美國啊 這動亂越大 馬英九時期 你根本沒有聽過什麼樣兵凶戰危 你也不需要去仰賴美國人 動不動來到台灣 當時美國很多官員 都有來到台灣啊 但是兩岸一樣非常的和平 非常的穩定 該交往交往 該做生意做生意 但是現在的民進黨 是你越倚靠美國 兩岸關係就更加的不穩定 那民進黨當時說 哇你看這就是很不和平啊 你看馬英九當時很和平啊 兩岸領導人都會面了 但民進黨說這個叫出賣主權 對吧 那如果馬英九當年就叫出賣主權了 怎麼主權一賣 民進黨就上台 而且民進黨還能夠連任呢 而且民進黨上來 這台叫做出賣 萊豬吞下去 輪胎被科反傾銷稅 不吭聲 被列為匯率操縱 不吭聲 疫苗沒有 BTA沒有 FTA也沒有 就民進黨幹了喪權辱國的事情 就比國民黨幹了 還要來的更多 而且呢 現在南海地區 就是理論上 主權所及的南海地區 然後任美國這個樣子 自由的進進出出 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完全不跟台灣打個招呼 最後蔡英文跟美國人碰面 對吧 這張圖 美國人翹個二郎腿 然後蔡英文在前面報告 這不像是 主子在聽奴才報告 看了這個畫面就很難過啊 這雖然我們不是支持蔡英文 但是畢竟呢 蔡英文被這個樣子 看了也是很不捨 今天不要講說 如果站在上面的是習近平 如果站在上面的是王毅跟楊潔篪 你看美國人敢不敢翹著二郎腿 美國人是不敢的 很顯然的 他背後看的是整體的實力 那麼民進黨總認為說 一旦兩岸危急了有戰事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請美國幫忙 因為我們有所謂共同的理念價值啊 但卻忘記了 最近的布林肯才回答說 我們不回答假設性問題 兩岸都事情這個 我們假設性問題 這個不肯回答了 更何況 當美軍撤出阿富汗表示什麼 兩兆的美金投下去 2500年的軍人殉職 20年來到頭一場空 20年了 連塔利班美國都解決不了 美國還有能力有信心 為了民進黨 然後跟大陸開啟戰爭嗎 可能嗎 現在美軍要撤出阿富汗了 然後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 基本上都有支持跟反對的聲音 比如共和黨有的人就痛批說 哎呀那你現在撤的時間 跟當時川普答應的不一樣 那有人覺得說你根本就不應該撤 好那有種種的各種聲音 但基本上都認為說 也都承認 確實投注了這麼大一筆的金額 就是浪費 這20年當中 中國大陸默默的拼經濟 然後搞基礎建設 然後解決貧困的危機 這20年當中 台灣在政黨惡鬥 搞得民進黨上台 最後台灣民不聊生 所以現在美國總統 或者很多人都在講說 哎呀我們處處好像都不如中國大陸 也才搞得拜登在這一次阿富汗撤軍的時候 他才要講說 現在是美國要集中兵力 要處理包括中國大陸的事物 要壯大美國的競爭力 要面對來自中國的競爭 但是呢 我覺得引用大陸外交發言人華春瑩講的話 他說中國沒有想著要超越美國 中國只想著要自我超越 成為更好的中國 我們希望台灣民進黨也能夠共勉之 好 但你看 現在當然剛剛漢廷講到了 如果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這個問題我請教一下樂老師 因為有人就說 那其實之前 其實這個美國呢 他們最注重的就是所謂的軍售 賣武器給這個國家 那個國家他來賺取龐大的利益 賺到的軍火商 政治人物 他們的利益非常的龐大 可是呢 因為現在這邊這個局勢一改 是不是可能在銷售在中東的武器 可能就變少了 然後呢 那要從哪邊賺 難道會是從台灣的口袋裡 去賺這個錢嗎 您可以來評論一下 那現在呢 當然就有媒體就報導了 就說其實現在這次呢 他們這一個一行人來到這邊 當然除了一方面 可能是針對兩岸 這個有一些話要帶給蔡英文 幫拜登來傳話之外 那麼另外就是會談到美國的軍售 因為說6月好像就是我們的軍方 就要提了嘛 因為那是明年度的這個預算 就要把它提出來 那可能有一部分就是買飛彈 甚至還有一些項目都有報導出來 我不知道您怎麼看 就是他們這次是不是真的會談到 詳細的具體的這個軍售的目標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 因為美國的卸任的參議員 說幫美國的軍火商當前客 不能夠完全排除了 有可能 因為有可能 因為這個是巨大的利益嘛 而且也沒有違反他們的這種 回轉門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且呢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美國確實美國如果從中東 特別是從阿富汗撤軍的話 它那些軍費就不會再支出 那在那個地方的這些軍品 還有的消耗就會減少 比如說武器彈藥啦 這些軍用物資啦 它的消耗就會減少 對美國的軍火商來講 就是少了這麼一筆生意 那少了這一筆生意 最好是從別的地方來補 對啊 我想說難道是從台灣嗎 對 這個有可能 我就不能夠完全排除 你看到明年我們的政府變出預算 如果說有很多是屬於陸軍的小項目的話 不再是那種大船艦的那種的話 那你就大概就可以判斷的出說 哦 原來這個軍火商拿來移轉了 這個就不能排除了 這一點未來應該可以 會驗證 來驗證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陶德來台灣 我個人的推斷是 我覺得她是來給蔡英文弄一個框架 然後二方面就是給你安心 因為一般來講 台灣的美國的高官到大陸去的時候 台灣都會呈現出這種焦慮不安 很沒有自信 因為都怕了要死 就會很焦慮不安 那很焦慮不安的時候就會有些動作 以目前來講美國的情況 是共和黨跟民主黨還在鬥 對 因為共和黨他不肝他輸 對 所以他一直想翻 對 想翻過來 所以你看龐佩奧 川普等等一堆克魯茲 他們都一直想翻過來 那這些人他們在翻的時候 他們現在目前最好打的牌 就是台灣這個牌 就是台灣這個牌 所以龐佩奧也說 他想要來台灣 就是要打台灣這個牌 然後要把兩岸搞得更緊張 然後讓美國在處理 國際特別處理中國大陸的問題的時候 他綁手綁腳 因為美國是希望拜登是想用兩手策略 例如說他一方面像美國的鷹派華府 展現說我在軍事上在安全方面我很強硬 所以你看那個船艦走來走去飛機飛來飛去 然後那個國防部部長講話都很硬 好像隨時中美就要開戰一樣 那是一手表現得很硬 可是他另外一手他要 他一直想要跟大陸有合作 例如說不管是在這個氣候暖化的問題上面 像在伊朗的問題 朝鮮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國際區域間的問題 甚至美國的經濟的很多問題 例如說美國那個剛剛被通過的那個戴琪 不是說我要跟中國大陸那個 可是你看到現在人家不理他 你沒發覺他在聽證的時候 他上任的時候他就說 我要對中國大陸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關稅要怎麼樣怎麼樣 大陸連理都不理 連談都不談 就是說你 因為他喊一喊而已 你能怎麼樣 我不跟你談 我沒有邀請你 你根本來不了 就是我沒邀請你 你根本來 就好像克里一樣 我如果沒邀請你 你上海根本來不了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你看喔 中國大陸處理很有趣 克里不是昨天晚上到嗎 對不對 然後今天現在是上海談嗎 可是中國大陸今天宣佈了 習近平在明天跟馬克宏就是法國的總統 還有德國的總理直接視訊討論氣候暖化的問題 因為氣候暖化這次是由法國主導嘛 因為巴黎峰會就是由法國來主導 所以這次還是由法國來主導 可是你看這三個巨頭 這三個人明天就直接談了 那你克里幹什麼 把美國排除在外 這拜登還想要重回 談氣候呢 你重回這個就好像說 當這個川普退出這個伊朗的這個核協議對不對 然後現在五加一 為什麼叫五加一談判而沒有美國 就是因為你已經退出了嘛 那你就不能來開會啦 因為你不能回來啦 所以美國就只好跑到這個隔壁的房間那邊 找一個旅館等啊 或者看你們談完以後再來跟我談 那我就說我的意見是怎麼樣 然後他們在回去的時候再談 然後各個國家說怎麼可以以美國意見為主 伊朗說怎麼可以美國人說了算 然後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又開會 然後就說好 我們就定原則 定完了以後跑來美國人要在那邊等 等完以後再再來跟你談 然後他們說你講的不算 修改幾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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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說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講完以後再找一個傳話的 一般來講都是英國人 然後又開始傳說 美國人態度怎麼樣 你看變成是你不能參加會議 因為你已經退出來了 好 那現在的情形是 那你美國怎麼重緩這個國際氣候暖化會議呢 因為你已經退出來了 那你要回來 你要讓人家 人家要同意啊 人家如果沒有同意的話 你就不能回來啊 那如果人家已經定了這個案子 就按照這樣做的話 那你美國不遵守 你在全世界美國就最孤立啊 那就被譴責啊 所以我講到這裡 我想觀眾朋友應該已經明白了 也就是說當你美國你都處理這樣的時候 那好 你根本沒辦法 那逃得來 他主要的就是告訴你蔡英文 燒完污灶 我現在在處理這個事情 你不要跟我的共和黨的這些人勾勾搭搭 然後弄得我很難處理事情 所以我對你的承諾堅若磐石 那你也就安分一點 對 你也不要來搞 所以為什麼要有兩位 兩位民主黨跟共和黨的國務院的副國務卿前任的 也就是阿美塔吉要來證明說 拜登確實傳了口訊是這樣 你不能只找民主黨的嘛 因為如果蔡英文不信呢 所以找一個阿美塔吉跟這個蔡英文很熟的 而且已經很多次見面了 而且她是很挺台灣的 來告訴這個蔡英文說 拜登的口信就是這樣 那不要亂動 就按照我們的框架 在這個裡面來活動 我的估計是這樣子了